是對這個政府這個刺激經濟的方案是有信心的 你想現在在那個大陸在開這個NPC 溫家寶大家都認為他應該是會再宣布 第二期的刺激經濟方案 可是呢他沒有 那是為什麼 他如果要保持他的旋律 保持他現在在那個大陸的管理層這個位置的話 經濟一定要做好 就業率一定要控制在一個高程度 可是他沒有宣布第二個經濟方案 雖然全市場是認為他應該的 然後同時呢 我們想上海跟深圳這個兩個股市怎麼漲到那麼多 所以就是說 從大陸最了解那個大陸經濟的人的角度來看呢 現在可能已經開始看到復甦的這些線索 然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然後政府你記得去年底他很積極的跟那個進入那個市場 快點放出來那個銀行的貸款 快點降下來利率 快點把這個押這個房地產市場的這些政策 把這些都解開 可是他們在這種經濟的情況下 寓意不宣布一個自己經濟的方案代表什麼 我其實我個人可能樂觀了 我代表他們已經看到谷底了 那谷底可能是三個月到六個月以內了 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呢 就是大家自己看到那個台灣半導體股 半導體的公司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Leading Indicator 對 因為他是要賣全世界的那個市場 然後他是在最上游的那個 那個階段 業績已經開始宣布出來了 然後當時可能是比大家想像的糟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了 就是Toranger不管是哪一個公司 在這個上游的 現在Toranger都聽到這個字 Rusher 那是奇怪 是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公司也太悲觀了 他們的客戶也太悲觀了 然後股票也漲 是為什麼 因為股市當時也太悲觀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半導體那個在漲 上海深圳的那個股市在漲 然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呢 應該是在看到經濟股體的這個 的這個階段 先開始投資 然後進入一個部位 那其實現在可能 事該應該開始買股票了 因為現在你打電話出去 你問問看朋友們 對 然後尤其像我這樣子 我是問那個國際其他投資者 賣方等等 沒有一個人 是看好經濟 或者看好股市的 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也就是對各位來說 如果拿一個比較長遠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了 所以我今天我那個整個 presentation就會解釋 第一 我們對整個全球股市的那個看法 然後第二 然後更具體的 談這個大中華的經濟 然後對大中華的看法 我們這些都是用那個英文的 就是我這份簡單解釋了 這些就是那個歷史以來的那個熊市 對 就是看這些熊市 股市要調整多久 跌多久 跌的幅度多大 這次有個很 對 一個特點 這次的特點呢 是我們這次是動作非常非常快的熊市 那這是為什麼 因為現在所謂的high velocity money 快速的這個基金越來越多了 不管是對重基金也好 或是呢 這些政府持有的基金也好 現在有個人可以在歐洲打一個電話去 把歐洲股票賣掉了 同時打一個電話去 然後我們幫他買中國的股票 所以就是說 現在錢動得非常快 所以這個熊市可能還比以前的那個短一點 可是 如果要比較緊實地看呢 然後跟其他歷史的這些例子比的話 我們現在至少 如果那個錢動得沒有那麼快的話 我們可是我們也是過了這個 這個半場的階段 因為現在已經357天了 然後我們的股市也 銅蝴蝶的那個51% 對 這個紅色 當然有一些是 像Great Depression可能會跌幾年的 可是 我覺得現在就是因為錢動得比較快 所以應該也可以看平均吧 所以就是說 嗯 股市動作得很快 然後可能去年10月 10月好像26號還是27號 應該是全球股市的那個無敵 然後 然後 從股市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看起來也找得到一個 一個某一個 比較安全的地位了 好 這個就是第二就是我們看這些 嗯 Price to book value 就是最急的股市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賺不了錢 所以我們認為 就是看它的跟那個 淨資層那個的比例 可能是那個最 可以看得最清楚的 可是這個也看得到 從一個估值的角度來看 我們這一次也 也差不多到 跟其他熊市的那個 那個那個 的階段 差不多太多了 然後從時間的角度來看 就是幾個月 看起來像可能 六個月以內 啊 就是 就看得到這個 那個市場的低點吧 對 可是當然就是這一次 記得我剛剛說的就是 資金動的比以前快很多 然後 估值 就是有點像賭博 然後他給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 對我們來說看起來 已經 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從我們的 經濟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的現金部位 最近已經開始 降下來了 那是第一 然後第二 從一個 投資組合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比較 防疫性的股票 我們也慢慢開始賣了 然後 慢慢開始賣 比較那個 Syclical 或是週期性的股票了 這個也是 就是 近幾年來 這個是亞洲的 那個股市 這個MSCI Asia 它的Priced Book Value的這個 比例 所以看得到 就是從歷史上 你看我們已經掉下來了 現在到了某個那個 製程的那個 水平了 我覺得一個很奇怪的 這個事情 最近也發生了 上海深圳 明明有一些A股 然後明明他的A股 在香港也 同樣的公司 也在香港上市 一個H股 為什麼 A股找了兩層 然後 H股 反而跌了一層 應該是有對有錯 對不對 第一 可能是有對有錯 可是第二呢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 香港H股的參與者 有非常多的 然後 非常國際化的 所以就是說 這兩個股市 不但是要反映 基本面的看法 然後 老實說 雖然我住在香港 我是猜 這個上海跟深圳 我們那邊的 合資企業的同事 可能比我懂 那個 那個大陸現在 目前的那個指數 的這個 的水準 所以就是說 可能最 差的最大的 就是 兩個股市 反映它投資者 流動性的 的那個 的情況 然後 其實我把這些數字 是很簡單的 流動性 最好算的 就是看看 銀行接不接得出完錢 然後 我這個是看 公司的 銀行的資產 然後 銀行的 那個 的股本 或者它就是 股東的權益 它的Capital 你看到 左邊 這些都是 國慶行 最大的 好幾個 德國 Credit Agrico 有ING UBS RBS HSBC 一堆那個 ABC的 每個我們都看到 那個 報紙上的標題了 每個都需要去政府 快要每個都需要去政府 去幫個忙 然後你看一下 他們的Leverage Ratio 就是我的資產 除它的股本 它平均總是四十幾倍 所以就是說 這些銀行 根本借不出來錢 對於從基金到這個銀行去 跟他要錢 他的投資股票 他根本拿不到 然後銀行 這些銀行本身 每次有機會 他自己的自營部門 或是他的策略性 投資部門 都要賣股票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 他們連中國銀行的股 都賣 RBS有機會 太快地把中國銀行 二十億美金 十億美賬賣出來 UBS賣 美國銀行